台北县树林分局在今天破获一个暴力讨债集团 先在报纸上登广告 说要借这个十万块钱每个月利息只要两百元 结果约在这个银行门口时呢 利用即将关门之际 把利息调高十天要三万 由于时间紧迫被害人只好答应 有人借了十万到最后变成了几十万 受不了而寻短 警方今天将这个暴力讨债集团的老板跟成员统统逮捕 女子是暴力讨债集团的会计兼总机 一大早他从老板家拿出装有支票 以及欠债单据还有名纸的小包包 交给讨债成员去要债 人满桌的身份证和本票支票 总共有将近一千名的被害人 这个暴力讨债集团要命的是 会先在报纸上刊登广告 谎称借十万元一个月利息只要两百元 诱骗被害人上当 双方约在银行门口见面 时间却故意挑在三点即将关门之际 再借机把利息抬高到 十天利息就要三万元 被害人眼见再不把钱汇进去 就来不及只好答应 新店的被害人也因为受不了逼债 用电话用恐吓用喷漆用骚扰等各种方式 让被害者不得不来支付这个利息 所以新店被害者因为护不起 烧炭自杀 幸好这名被害人及时被人发现 紧急救回一命 警方调查这个暴力讨债集团犯案两年多 被害人高达上千人 借一百万元一个月的利息就高达三百万 是本金的三倍 相当夸张 而且如果还不起还会以电话简讯恐吓 甚至喷漆撒名纸行径恶劣 因此将老板讨债成员以及会计 统统抓回来法办 主任新闻许志明李小林 特别波动